说到钻牛角尖这一词汇 往往都是形容了一些想法比较一根筋的人 但是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生活中还真的有 而在国外就这么一件事情 它被称之为现实版的钻牛角尖 牛角找完刺激牛头 网友称真是太心疼了这头牛 很多都知道在国外人们都有养牛的习惯 正如老话所说 连接大了什么鸟都有 而在牛的肿磊当中 也有很多牛发生了一些奇特的遭遇 这会儿在国外的一个牧场当中 一头牛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之所以会这么说 是因为这头牛的脚长得有些弯 甚至已经完全威胁到了他的生命安全 而且这头牛的脸也险些 被这弯弯的脚给刺穿 农场主看到这一景象 也感到非常的不敢相信 毕竟这非常像人们常说的钻牛角尖 但是话又说回来 他可不想看着这头牛 就这样无缘无故的 被自己的牛脚给刺死 于是就对这头牛展开了各式各样的抢救 毕竟不过牛长着床上的脚 却是为了比意外敌硬的 但是这头牛是显示 被自己的脚给杀了 面对这样的事情 也是让人感到非常的好笑 但是好歹是被自己的主人发现了 成功的把自己解救了出来 而面对这样的事情 在世界上也是时有出现 而对此怪小伙伴们